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草钢屋中记载 鹅肉立五脏 节五脏热 指消可 鹅肉性天寒 具有益气不需 只可化痰之效 加上营养价值丰富 适合生殖虚弱 血气不足者食用 性寒的鹅肉碰上性热的姜 综合之后较于温和 但营养能去风去寒 不会发生像四多姜母鸭竟流起鼻血的事情 而且鹅的营养价值比鸭高得多 亦被人体吸收 是一道绝佳的补生扇皮 在汆烫鹅肉后的高汤中 加入肉桂 海扁的老姜 和独门的中药配方做汤底 添加高丽菜 豆瓣酱等配料 最后再放进大块的鹅肉 姜母鸭就可以上桌了 在餐桌上用烫火煮个几分钟 姜母鸭的味道就完全挥发出来 喝上第一口汤 老姜的辣味到口中转化为甘甜 回荡在口腔之间 吞下去之后 胃底有一股暖流生气 身体都暖和了起来 那先生跟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喜欢蓝顺鹅肉吃他们的东西 这个贵鲜美 然后汤好喝 所以说 我已经是来第十次了 我最喜欢他们的肝 还有他们的肉 吃起来太甜美了 而且多汁 肉又很鲜美 好吃的不得了 来到鹅肉店 一定还要点上的就是一道鹅肉拼盘 顺意的鹅肉选用当天榆林直送的新鲜鹅肉 坚持使用牧草喂养的鹅 相较饰料喂养的肉质较为甜美 水煮处理过后抹上米酒 盐巴 入味后就可以切片上桌 扎实弹鸭再配上特条酱汁令人回味无穷 在外面不容易吃到的草鹅肠 草鹅肝 草鹅蒸 在顺意也吃得到 透过师傅的巧手 印象中只能水煮的内脏变身出全新口味 也是店内招牌菜 店内所有的面类均一价20元 便宜又大碗就是要您吃的满意又满足 很多知名人士也是孙宁的老涛客 像明道 魏德胜 演员九孔 碧尾 罗淑雷等等名人 都推荐孙宁而肉的美味滋味 二楼宽敞座位空间可以容纳家庭聚会的客人 人数再多也不怕 都可以品尝到孙宁而肉的绝妙滋味